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亲爱的全国同学 欢迎收听今天的金钱到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涨的35点 刚刚有人提到说 这是不是打破了520的魔咒 那今天是很有趣的行情 因为在这之前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媒体在教各位 三种可能 四种现象 五种假设 六种结果 一种 两种 三种 还是四种 那每个人都在跟各位讲 如果这样的话 磐斯会这样 如果那样的话 磐斯会这样 所以其实没发现到 就是说有很多种假设 有很多种分析 它永远都在每一个阶段的盘面当中 像这个礼拜来讲好了 哇 这个每天都有人可以跟各位讲 就是说 量说是因为520 那520结束之后呢 量觉得出来了 不过 我看这个蔡总统讲完了以后 仔细来看今天量也没有变大 对不对 那今天下午一定所有的节目就开始在讨论 这个演说的内容呢 四平八稳 然后未来就是回归基本面 那么下一步应该要涨什么股票 这样又那样 所以我跟各位讲 永远都是在意测 永远都是在那种 建筑在一个虚构的行情当中的意测 为什么呢 轻轻仔细想想看 很多人教你那种什么七种可能 八种现象 九种结果 你会发现现实是 今天的那个演讲讲完了以后 通通都不在他们的范围里面 那我问各位 你分析那么多怎么办 以前人家跟我说 沙盘推演就是怎么样 如果这样 我就这样做 如果那样 我就那样做 如果这样 我就这样做 我昨天有跟各位讲过 这种做法根本就不切实际 为什么呢 股票市场永远只有三种走势 要么你涨 要么你跌 最多你不动 行情就是这三种 你还可以跟我讲三种结果 八种可能 六种原因 七种现象 你怎么可能赚得到钱 为什么呢 因为投资朋友们 你实际上要在下决定之前 考虑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那我今天就是趁着这些行情 来跟各位分享 因为我们江先生 他今天多开心 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 真正的金钱道的本色 好 首先你要知道一件事 我跟你有缘分嘛 对不对 我们特地来开这个频道 这个节目 然后我又跟各位讲一件事啊 五到六月份算我的 江先生今天也是吓到 蔡老师不好意思啊 没问题 算我的 我讲给你听 赏35点 那蔡永同讲完了以后就在这一段 又拉了一段 那尾盘当然有点降回来 扣掉这一段不看的话 整个盘面大概就跟 没什么动静 那其实我昨天说过了嘛 每个人都说 我问你之后回归正常 回归基本面 量能会回到多少 那我问你一件事 你有没有想过 可曾想过 如果以后量都不大 那你怎么办 你已经演你出一套 低量的做法了吗 还是没有 对不对 因为真正的赢家 真正的交易者 他是在任何一个行情当中 他都必须要交易嘛 对不对 你能不能说下雨天我不做 不行嘛 天晴 太太阳 太热太冷我不做 都不行 反而我要问各位一件事情 从开春的2月15号以来 到520这个礼拜为止 总共已经过了13周 你代表什么意义你知道吗 如果你跟随着我们 周周20万的一个风格 如果你每周都有达到20万的目标的话 投资本已经 四分之一个年度过去了 13周是不是260万 那就问各位啊 今年以来有没有赚260万 有的人没有 有的人还赔260万 因为一年已经过四分之一了 对不对 13周已经过去了啊 那到底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说我跟各位讲到了 有的人认为 今年3月份非常好做 可是4月份的时候呢 把3月的利润都吐回去 到5月份呢 倒赔 倒赔啊 可是 如果你换一种想法 每一个星期都有刚起涨的股票 这才是你应该要把握的啊 是不是每一个星期都有刚起涨的股票 就算是在5月份下跌的过程当中 我也跟各位讲一定有股票在做跌升反弹 而事实上你以300万的资金来讲 你反弹只要有7%的幅度 你就达成你的目标20万了 所以其实你把它分拆开来 每个礼拜自己去达成你的目标 在我们追寻目标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步一步去完成它 至于别人发生什么事情 演讲稿的内容 我告诉各位茶余饭后再来聊天 你当下在今天的盘中做了什么事情 才是今天的重点 因为只有这件事情 能够取决于你未来生活成功或失败 你说你盘中都没有赚钱 上个礼拜没赚 这个礼拜没赚 下个礼拜你要看看 然后你跟我分析了一篇520的演说讲稿 你说你认为非常有道理 接下来应该讲什么 大陆会怎么样回应 国台办的说法 然后讲一大堆 好像你是两岸专家 那我想请问一下 这些所谓两岸专家 财经专家 全球叙事专家 今天到底买股票了没 我跟你们讲 我先跟你预告 今天蔡总统在上面讲的时候 我们下面就在买了 他在那边讲我们就在买了 等他讲完掌停板 你信不信 来赌要不要 来赌要不要 我敢跟你赌要不要 我蔡总统讲的哦 我今天带那个江先生 他们买 蔡总统上面讲 大家在那边看嘛 哇有没有这个92共识 还是这个什么92的体 什么记忆 还是什么92的会函 对不对 那到底是哪一个 大家在那七嘴八舌 这种问题讲了几十年了 你有答案吗 但是我告诉各位 投资股票只有一种答案 我只知道我买进去以后 拉到涨停我一定是赚钱的 这唯一的答案啊 我跟江先生讲 真的 我等一下跟你讲 盘中在那边买 盘下哦 江先生问我一句话 赛老师你没搞错啊 现在在盘下哎 买这会涨吗 我告诉你 我今天跟六个 我自己跟六个讲 六个人都这样回答我 我现在想说我的天啊 你们以前到底是跟哪一种老师啊 江先生跟我讲一句话啊 老师啊 我告诉你啊 我跟过十个头顾老师啊 我认识的头顾老师 比你认识还多 我给他呛一句话回去 我是你第一十一个老师 对不对 我就是你这辈子 最后一个老师 江先生吓到 真的还假的 不信你买看看 买在平盘 盘下 老师我们不用看一下这个蔡总统讲什么吗 我在看啊 我所有的data 里面股票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只差一步 你讲什么我买哪一档 总统不是在讲吗 南向政策 叮咚 就是他 讲一讲 南向政策 叮咚叮咚叮咚 掌顶板 这就是你跟着我跟跟着别人不同一样的地方 等一下我就跟你们分享 江先生说 蔡老师我真的吓到了 我终于相信有神存在 不要叫我神 为什么你知道 这是应该做的 我告诉你差别在哪里 打从一开始你的心里没有这个目标跟想法 那么你今天就只有观望的份 因为你想知道结果 你想看看 你想听别人怎么讲 可是那些都不是答案 就像那些专家每天跟你讲 三种可能 六种原因 七种结果 到最后呢 蔡英文总统讲出来的东西 没有一个东西是在你们预测范围内的 反而是我们呢 把政策的股票通通都挑好 你今天讲到哪 我买到哪 你讲完了 股票涨停板 所以今天有人在讲说 回归基本面 对不对 我就跟江先生讲一句话 人家都在讨论 演讲稿的内容 你跟你老婆在讨论什么 明天要去哪一家餐厅庆祝 你看看差多少 有赢钱跟没赢钱差多少 对不对 我们来跟各位讲 你看哦 每个礼拜都有股票 至少7% 对不对 这你不能责任吧 国内有2000多家公司啊 韩命在这个地方 不确定因素 在我们国内已经消失了 在国外有什么 有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现在是走空头 所以未来的趋势 最好的方式是怎么讲 美国再大跌一段 趁美国下滑的时候 买错杀了台湾股票 这句话怎么讲呢 跌是跌美国 不是跌台湾 台湾已经先跌过了 你看一下这个位阶 美国还没下来嘛 对不对 可是台湾是不是已经下来了 所以当日后 美国下来补跌这一段的时候 台湾就是怎么样 刷一下假跌破上去 机会最大 那动作来了 要怎么样 买进呢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 6月如果美国升息 它补跌 其他国家不会跌 因为我们跌过了 你如果以为美国跌 我们要跟着跌 那你又错上加错 第一步你就错了 第二步你再错 第一步跌升的时候 你就没买到 第二步补跌 你又没买到 那你糟糕 所以我做法很简单 5到6月份 美国有不确定数 对不对 算我的嘛 我5 6月不跟你收啊 我7月开始算了 我算不算 全台湾台只由我赶 江先生跟我讲说 老师啊 不好意思呢 这个 我平时买的拉一根掌停 这个 我说不好意思 要什么 我说你不用不好意思 我说的就是这样子 我话不能收回的 我说7月开始算 就是7月开始算 5 6月份就是我招待 这一支算我的 我跟江先生讲啊 真的啊 因为你看嘛 为什么5 6月份 要帮你们累积实力 5月份跟6月份 我是要帮你累积实力 我就跟江先生讲 经过今天这个520 你的实力更上一层楼 对不对 假设你来讲 你今天赚了20万的话 连续三个礼拜 你是不是都60万 等到大盘从6月份 开始积拉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更多钱 可以做大股票 你看哦 以这个礼拜来说 我们看怀特 多少人来体验成功 买在34块半的 哪个不是笑呵呵 你说38块半你出不掉吗 一定出得掉 量这么大 这是不是我说的 这个礼拜绝对有7%的股票 你34块半进去 38块半出怎么会 一张就4000了 你买个50张差不多吧 超过20啊 30几块的股票 你买50几张 刚好而已好不好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 生计股续谈嘛 全世界卖号顶 号顶不跌 这代表什么 代表大咖资金都进生计了 对不对 尾巴还拉起来啊 你看自己看啊 因为生计的利空这么多 大家一定很害怕 还敢买的人 一定是心里自己的打算 我看到这个现象 我跟各位讲 跟你们讲 今天早上多精彩 所以我说你要来找我 你看 今天全世界的媒体 都在讨论什么 哇 这个演说内容如何 国台办反应如何 你喔 每天都在想这些 难怪赚不到钱 为什么呢 真正的动作 应该是要在别人 还没有做出结论之前 先卡位嘛 我跟江先生讲 今天早上涨股票 老师在盘下 打平盘一下 这个对吗 我们是不是要等一下 那个蔡总统出来讲什么 9点多 9点翻黑嘛 这10点 11点 11点10分 对不对 蔡总统快要出来了 江先生说 蔡老师我刚问我好几个朋友 他们都跟我讲说 要不要看一下那个演讲内容 说每次520都跌 我会跟他讲啊 你说你那个朋友是做什么的 蔡老师我不瞒你说啊 我这位好哥们呢 他是做营业员的 我做股票都会跟他先讨论 营业员哦 我会跟他讲 老江啊 我给你的股票 你问他可以 你千万不要告诉这个营业员 说是我跟你讲 蔡老师为什么 你就不要讲就对了嘛 全市场都在要我蔡振华的股票 你傻傻的 你自己没买好跟人家讲 都抢光了你 你不要怪我 不好意思跟他讲太明了 老江买 盘下一直买 盘下买 买买买买买 买到一半了 那音乐人打来 音乐人打来 那音乐人讲实在不错 跟他真是好 好人 那个音乐是好人 诶 江大哥 你怎么一直在网络挂单 买股票 你怎么一直买啊 买啊 张国看好啊 在低档 不好吧 我干你念缘干了十几年了 我告诉你 我问你没讲过 哇 讨论的好激烈 诶 不然这样子好了 我们听一下蔡总统讲什么 对不对 你不要管我啦 反正就听我一次了 结果怎么样你知道吗 蔡总统在那边讲 哎哟 买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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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听板 我跟你讲啊 江大哥全部买在这边 蔡总统讲完掌听板 他那营业员回头一看 诶 江大哥啊 没什么事啊 哟哟 掌听板 吓死了 呵呵呵呵 真的啊 今天多好玩 我告诉你多好笑 怎么怎么 怎么会这样 老实说嘛 对不对 蔡老师跟我讲的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其实啊 我告诉你 他搞不好自己都已经知道了 要不然怎么会拉那么急 消息会传 我跟你们讲一件事 我真的是当你是好朋友 你知道全市场 你不要说是你们这些观众 同业 有多少人想要我蔡振华的股票 你知道吗 有很多同业要我的股票 是去拿去抄的 我是一哥耶 你要搞清楚耶 真的 你不要看我平常 我不摆什么价值 我也不会跟你装模作样 但是你真的要出去问 我振华是什么人物啊 那我跟你讲 很简单 我不会摆价值 我把你当朋友 我讲真的 要不然我不会讲这句话 五六分算我的 江哥说 蔡老师 不好意思啦 我没有想到你股票真的 摆在平牌 也拉涨停板耶 那我就跟他讲一句话 你去看看你那些兄弟 号称什么在VIP里面 跟你称兄道弟的 对不对 一起吃便当 一起追缴 一起看牌 一起学技术分析 一起学产业 一起听名牌 那要怎么样 你去看看他们现在讲什么 每个都在那边 哇 这个演讲的内容怎么样 那等一下国台办怎么样 所以我认为下礼拜会怎么样 那现在回归基本面怎么样 那我看这个东西要怎么样 全部都在出一张嘴 只有我 我跟你讲啊 真正会做盘的 蔡英文在讲 我下面就在拉了 下面就在买股票了 还等你讲完 还等你法人出报告 你等到何时 我一定是听你的内容 我就知道哪一支股票会涨 我先撈了 我告诉你 等下礼拜你们再来想办法 我跟你讲 我们二十先放口袋 对不对 真的 我真心帮你啦 你看看今天的故事 真的啊 你自己看时间 这个没有得做假的啦 为什么你 你早上真的是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给你买盘下嘛 你不可能没有买到嘛 两个小时给你买盘下嘛 蔡英文一讲完 拉涨停 这也只有我做得到啦 不敢说全 唉好了 我这样太嚣张了 我不能说只有我做得到 好不好 但是 我有把握 我表现得很好 这样可不可以 因为你看嘛 我不是乱买嘛 第一个 我想它低档生计股 这没错吧 你 对不对 小英的股票你 我这样讲 小英的政策 它很透明 选前它都已经讲好了 它演讲稿 也没有推一个新的出来嘛 所以理论上来讲 能被涨的 大部分都涨过一段 你现在去买那些 以前人家买过的 里面筹码不干净 你要挑什么 人家不知道的 重点是 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 它整个演讲下来 什么东西讲最多 我印象什么最深刻 南向政策啦 这一档生计股不算是第一档 而且呢 它的产品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稳居前三大 重点在马来西亚还龙头 第一季赚将近0.5 将近0.47 去年是赔钱的哦 第一档沉淀半年 半年打底 股价还不到30 这能不喷吗 你自己看它现行 我跟你讲 去年为什么赔一块多 去年赔一块多 今年光第一季就赚了快要五毛 股价还不到30块 还生计打一个双底 底部打了一个半年的双底 刚刚上来 第一季是赚钱的 这么棒的标的 掌停算刚好啊 那我跟姜哥讲一句话 是你找对人啊 毕竟你也找了十个老师 总是会挑了嘛 结果他不好意思跟我讲一句话 蔡老师不瞒你说 我还差一点又挑凑第十一个 我想说抱着一个 姑且试看看的心嘛 你都已经跟我讲说 五月份六月份我招待了 对不对 那我怎么好意思 辜负你的好心 那我要跟你讲一句话 姜大哥谢谢你 因为你的故事激励了 我们所有台湾的投资人 证明了一件事 做股票就是应该这样 就着20万 388大优惠 新人新政全新的股票 准备起 你准备好了吗 五六月份我招待 七月份我帮你算 今天给你一个大优惠 我们先进行广告 头痛 请用五分出 吹记听 请用记听五分之 五分之 好 大华国际国库 2362-8000 大华国际国库 2362-8000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请不吝点赞 全新的局面已经展开了 新人新政新股票 那当然全新的题材 当然会淡随着新的股票上来 那我们都知道买新的股票 它都在低档区 你才不会有过去那种四月份 套牢什么股票跌下跌人生的那种现象 那追那种已经大涨股票没有意思 但重点前提之下是什么 谁能够带你找到新的股票 就是我啊 对不对 你到底是觉得 跟你讲如果可是假如 七种结果八种可能 六种假设的那种人 能够帮你赚到钱 还是今天蔡英文在讲的时候 我们下面就已经在买了 他讲完涨停板 谁能够帮到你 我有把握 我自认为我今天做得很好 除非你做得比我们更好 那我没话讲 我买在平盘以下 他收涨停 我认为我做得很好 如果你今天的成绩比我更好 我甘拜下风 如果没有 你为什么不把握 对不对 其实很多投资老师 很多同业是根本都在看电视 不行这样不行 周周的事实话是 每个礼拜都要把握 全新的这个季度 我们讲全新的一个局势开始 全新的股票要好好把握 那我看汉维科 这个跟各位讲过很多次 下面打一个大底 对不对 你看这些高价股 那金测呢 下一步 政府越来越小 开始在收缩 收缩到尾端 必然破一边 对不对 连汉维科都往上 你看金测 是不是往上的机会比较大 交易策略是用来避免人性上的盲点 全世界都告诉你520之前要观望 这就是人性的盲点 交易策略却告诉你呢 你要赶快赚钱 连跌这么深的股票 都有7%的反弹 让你赚到20万 对不对 一定有那个空间 绝对有那个空间 能够让你达成20万 除非你没做 那另当别论 胜利是不是出的 是不是有位置让你出 至今 你看 跌深的股票一定都有那种 不止7%啊 有的股票这次弹了10几% 所以一次20万 一档20万 不贪心的人反而得到全世界 接下来的动作 就是要趁着美国股市拉回 逢低买 最容易达成20万 然后呢 买全新的政策概念股 最容易达成20万 一次20万 一档20万 一个礼拜20万 不要贪心 你反而得到全世界 这个礼拜 就要好好把握 赶快让你来试看看 现在就定下你的目标 刚才这张股票 刚刚跟各位说过的啊 对不对 低档生计股 低计赚将近五毛 股价连30块都不到 马来西亚龙头 新加坡 四占率节节高升 标准新南向概念股 没有人知道 还没有人知道哦 388大优惠 我们的388活动 新人新政新股 一样哦 我们不但7月才开始起赚 我们5到6月份 招待各位 中股票 投资朋友们好好把握啊 为什么呢 从现在开始到7月 还有6个礼拜 这6个礼拜 让我先帮你做到 那你对你来说 一定最划算的 388大优惠 新人新政新股 礼拜一准时进场 9点以前务必开机 我们亲自专人带到 让你进场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诈战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嘴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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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分珠 无分珠 不好 大华国际投资 大华国际投资 2362-8000 北都TypeNet 超值优惠 双小号 新时代光纤标网 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 真的只要690 加1点 再送数位有限电视 三个月 多人来多机 同步无线上网 全家吃大宝 免装机费 设定费 保证金 带送Wi-Fi分享器 和数位机上盒 零八零九 零九六 一一一 零八零九 零九六 一一一 现实优惠 仙强精灵 HyperNet YourNet 响应全民捷舰行动 5号 夏日新山 新娘就像细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